這些人事我們不要理他了 因為大陸你找到那個朋友 當權你就進去 當你找那個朋友靠身 不當權你就不能進去 他們那些是花瓶來的 人大、人大常委全部都是花瓶 是在那裡吸引的而且是完全不遵守這個憲法的 最重要就是看看這個香港國安法 是由人大常委來定立的 但是它違反了《基本法》23條 《香港法安法》由本地立法 不是人大常委立法 人大常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 講到明了 是人大常委的功能呢 就是當全國人大沒有開會的時候 你人大常委就是監視憲法有沒有實行 是來加多一些法律上人大常委 人大會議沒有訂立的法律 但是不能修改人大所訂的法律的原意 人大立法的原意就是說 香港國安法由本地立法 為什麼人大要由本地立法呢? 當時我有 因為我是有一部草委 當時討論這條問題的時候 草委的提出就是說 因為香港的情形 如果由中央去立《國安法》 會因為不了解當地的情概 所以要明白了解當地的民情之類 最好由香港本地去立法 那《基本法》其實是一條很好的法律的 不過大家就把它改到面目全非 但是《國安法》第26條 不是《基本法》第26條 就講不明白了 香港市民有權 你聽說有權有選舉和被選舉權 那每個人人大討論的時候 人大討論的時候怎麼講呢? 為什麼我們要加上有權呢? 就是恐慌香港法庭亂修改 人民的應有權力選舉和被選舉權 所以就用有權 即是今天被草委講到正了 愛國者治港就是這樣的緣故 人家一早就知道你亂來的了 已經定了法律 你都要亂來 有什麼辦法 後台轉了 轉了老闆 張國坤這個 以前是律師的 他是不學無術的 我曾經跟他對手過一次 當時我就這個挑戰國配法那個學歷問題 那我入稟司法科學 他呢 我已經給了那個入稟葬國配法 而且又吸了人 他用什麼道理和我抗辯 他說我沒有給他 他夠膽可以說謊的 這個就是張國坤 我對他的印象 你要看一下 人最邪惡的把口 大家都說的 大家很明確的 說俄國是侵略烏克蘭 但是小紅粉怎麼說呢 就是說烏克蘭要實行立稅 所以俄國防 因為他在俄國邊境 所以要防範 所以要去將這個立稅主義 在烏克蘭消除 然後定立一個偽的烏克蘭國家嘛 這些你們看不到什麼 政治呢 不要說得太多 說得太多 我可能又一路等幾多年後才會審的了 我們不如說一下民生啊 所以我現在一直是很關注民生的 所以我上次是打 喂 你盧寵茂有沒有權取消斟子呢 讓我贏了 贏了他 其實贏了就是贏了整個特區政府 軍盧寶貿事 其實是這個律政司 我們林國強就打到差不多極限的 什麼都不認識那類的 他就在這個 那個 看看 香港那個 那個 和政府那裡 那個委員會那裡提出 就說 不准打針 打針子 打針子無效 那因為是盧寵茂來到處理 所以盧寵茂就發出 就說針子無效 那我告也只能告盧寵茂 我不能夠告這個香港那幫政府 但是輸了之後 他們其實 他輸了整個香港法律界和香港政府 執行那些法律的 全個一巴掌被掩蓋他們 哭白了 眉目目的 立刻去修例 喂 這個後來我再上訴說他修例 不對 但是這個大法官就說他是有權修例的 但是其實打針子 你取消了 你認為如果你的法官是說得不對 你可以上訴 就是證明他都判得對的 不過你不敢上訴 你不上訴 你就去改例 其實用什麼改例呢 其實那些斟子有沒有效 其實有很多簡易條例已經寫到明了 都可以執法的了 你想一想 律政司是怎麼樣的人來的 那個是法律 法律呢 就不要講那麼多了 現在不如我講講另一件事吧 有的 你去英國賺一百萬 我給你一百二萬 那總有人會回來的 對不對 不是 他再修例了 政府最適合的 我們現在的香港醫生是英聯邦畢業的 他就修例了 全世界合資格的醫生 都可以來香港執法律 那麼大陸的醫生就修了下來 那有什麼問題呢 他拿著的法長官的劍嘛 他有權修例嘛 明白嗎